等于是飘楼了8000多公里 才彼达到南半球 Discovery的这个节目呢 是特地到南半球的无人岛去拍摄 没想到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发现了这样东西 没错 铁桶上印的就是台糖大豆沙拉油 台湾的油桶竟然飘到南半球的无人岛 当时主角正在岛上想办法求生存 突然在一堆飘榴墓里面发现这个铁桶 兴高惨烈拿捡到的铁钉敲出一条虚线 成功地把铁桶切开 他还对着镜头开心地说 有大型锅子可以料理了 这个铁桶变全他的lucky star 台湾观众看了都大叫 好亲切啊 突然有种想家的感觉 甚至把画面拍下来一一po上网 还有人在脸书的粉丝团留言 看到台糖大豆沙拉油 我比他还开心 全世界都看到台糖了 南半球这么夸张啊 主角捡到的就是这种18公升的沙拉油铁桶 怎么能长征到南半球的无人岛 你知道这个岛距离台湾有多远吗 它是南半球斐济的其中一个无人岛 位在斐济的东方 跟台湾的直线距离超过8000公里 这个桶子怎么会漂流到那里不得而知 但小吃摊的老板都说 这种桶子一般来说不会乱丢才对 有专门人家在捡回收 然后带回去 一个多少钱 这个我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 大约差不多五块钱十块钱吧 有网友推测 可能是货轮上的厨房 用完直接丢 才会让铁桶上演海上漂流剂 却意外帮到这位主角 让他可以顺利煮东西吃 难怪有人笑说 这简直是铁桶拍的奇幻漂流 东森新闻 吕中吴宇轩在台北报导 吕中吴宇转